反手动作有什么问题 注意板头外奖哦 视频中的这位球友 反手整体没有太大的毛病 只是有一些小细节需要注意一下 这位球友打的时候板形过于后仰 只有从前往后的动作 没有手腕摩擦包球的感觉 正常的反手板形应该是 出球的时候肘部微微架起 然后肘部固定 前臂带着手腕出去 整个板头外奖出来 这位球友没有板头外奖 缺少板头外奖的动作 只是直着向前 因此可能经常会击球出界或者下网 板头外奖之后就会摩擦球更加充分 评论区里的教练们 你们觉得呢